那好啦,今期就和大家玩完我之前打包回來的那個X-Man大包裡面的帳尾 一隻由Husbo出的Dipo,就是死士 這隻屬於80周年的紀念版,上一手買家都保存得很好 大問題是沒有的,就是這個位置有少少輕微鬆,但可以接近,不是可以接受的 配件方面,我們就先把它拆出來看 配件方面,兩把劍,兩把劍是有點假的 軟膠來的,但做得有點過短 兩支機槍 類似AK那種機槍 還有一支,這個類似是追擊槍 然後移上去 還有一支手槍,但唯一有些缺陷就是手槍這個位置 沒有做給它,那個叫什麼 裝在身上,還有它是少了兩個叉 即是,它並不是這個東西少了配件 而是這個版本並沒有配兩個叉 簡單來說就沒有差用 好了,講完那個配件,我們來看看主體 主體方面,其實 Hassibu 出過不下於最少六隻的dipo 即是死屎,但我真正一隻都沒有買過 而這一隻呢,唯一是我目前真正第一次接手的 即是接盤的死屎 我們來看看,首先頭的可動 左右零沒有問題 上下舉就有點勉強 然後手的可動 這隻死屎很漂亮 我個人真的玩下去覺得很漂亮 但手就可動差一點 最多是這樣的手可動 左右零沒有問題 它沒有配體換手型的,所以應該是 拔出來,但我不試 這條帶子,之前舊版出的全部都是銀色的 但它這隻沒有做任何分析,而是紅色的 這裡可以穩 腳的那一棟 這裡也有做下面,這裡左右零的關節 這隻素材是2016年的 對比現在都差不多九年前 如果2023應該是九年前 九年前左右的產物 如果你不喜歡這兩個東西 你可以浸熱水 將這兩隻腳射下來之後 可以拆出來 甚至都不用,直接這樣拔也行 視乎你個人喜歡 兩邊都一樣 兩邊都一樣 可以寫出來 我個人覺得是有比沒有 都不會容易掉 這隻唯一的最大缺陷 可能是我個別問題 就是這裡,個位有點鬆 也有可能是設計問題 因為兩邊都差不多 那種鬆緊度 這隻死事 我應該就不會賣出去 應該是流離自己要的 因為真的玩下去 手感也是很棒的 我先安裝一下 配件 這裡劍可以插下去 唯一有些可惜 就是沒有配的叉戴 大家都看過我之前的頻道的介紹 我是有其他死事的 即是有ToyBiC的死事 所以我是可以拿回那個版本的死事的叉戴 給它使用 這兩支機槍都可以插在手上 這支其實都很適合帶去外拍 即是拿出去外景拍攝的 但是兩支手槍 我估計都不會讓它插得久 我應該會插這支 大概就是這樣 隨便拍攝的姿勢 其實都很漂亮 老實說 絕對不會差 現在那隻叫什麼 海洋堂的 還有它因為有個蝴蝶的鎖肩關節 雖然鬆是一個問題 但是可以加強了不少的可動 所以說這隻死事 其實可以說說很漂亮 那我們換另一支槍 試試看 那隻手就可以勉強 卡住這支槍 假裝這樣拖住 頭水低一點 其實出來的效果已經很完美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這支槍 亦都可以用手槍 是沒有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 好了 那好了 今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